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炭燃韭菜有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3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副盤影片 那是從這個紅寶到這個全翰 那總共是12檔 那我們就直接話不多說,直接開始來看吧 OK,來看看紅寶 紅寶我的印象是不是還在那個底部啊 就是底部起掌,對不對 其實這一檔我也忘記之前講什麼的 我真的不太記得,如果說有這個記住的人 可以跟我講一下,因為 這個我在8月23號都還有丟進去這個會員個股 大概16跟8月23 大概16在這裡吧 那8月23在這裡 我有點不太記得我是 呃...講什麼 就是我是講說呢守住這一根的低點 還是說 這邊要有一根插針,我不太記得了 反正呢如果說 我當時候是說 看這邊低點的話 那或許 今天是能夠去 往上 拉上去喔 就是做一些 分批賣掉的一個動作啦 不過他還沒到達壓力 所以個人是覺得說 目前先看到他這個跳空的缺口吧 是到 118.5左右 當然 我這個地方我不確定 有一個人搞不好在120 那怎麼去確定 就是看後面的 後面的K棒 後面K棒如果打到這裡 就下來 就比較確定說是118.5 那如果說是 往上走 然後到了更高一點才往下走 那可能是120幾 之類的為壓力 對那目前來看的話 就 沒機會啦 如果說你是 底部沒有去建艙的人 那就沒機會啦 那時候其實 勇敢建艙的話 那放到現在大概 半個月吧 那是能夠有一個 不錯的獲利 那已經小小拉了 因為 如果說你沒有在後面留你的 想要我分析的點 是你有進場 還是 你在哪個位置 不要說 最簡單的是說 不要說看他長的 你才能進場 那個就太晚了 我們所有個個都是需要去 等待的啦 耐心的等待 好 那見準呢 其實也沒有太特別 因為之前這張圖 就畫好了 反正就是 短支撐嘛 那時候說要畫 要等待插針 不插 拜拜 那目前就一樣 先看看這樣子吧 大壓力 小撐小壓 大支撐 那目前一樣 等待回測到119 120這個地方 那再看了 就這麼簡單 那 這邊的話 簡單貼一條 相虛線吧 大致上就是 相虛線的 慢慢的 守住 要守住這個地方 直穩 然後慢慢的去 在這邊做盤整 比較就會往上 不然就是在這地方 等待一根 插針或不住敵翻 是增加勝率的方法 那像剛剛的那個紅寶 上一檔紅寶 就一個完美的解釋 你完全不需要等 就是他那根低點 破的那根低點的 當作停損 然後後面就 今天上塔拉了7%多 加上原先的可能已經有10%了啦 加上原先的部分應該有10% 對那 變成說 很多點就是 你要去怎麼樣做進場 你要等待勝率高一點 還是說我不等待 那不等待你是不等待價格 還是說你是不等待什麼 那我基本上 我都一定會等待價格 對 我也不太常去打兩筆單 因為其實 那個在計算 那個金額的部分 有時候會不好算 那再看自己個人 目前就是一個大盤整 沒有任何的一個 就是特別好說 除非說你傻傻的在上面做進場 然後沒有去做停損 那真的是傻傻的 那之前有講過 就是你會有被套牢的那種習慣的話 等待哪一個 一年 不要說哪一個月 哪一年 又像去年一樣 那大暴跌的話 你就直接拜拜 我講真的啦 你資產 資金越多的人 你在那一年 就直接拜拜掉 我覺得就是很可惜 或者說你是 十年績效都很好 剛好那一年大暴跌 你就拜拜 只是你很會挑強勢股 但是呢 你唯獨就是 不會做停損 那你就拜拜 那大同的部分呢 就有人說 這地方是破底盤 那時候看到 但是 我這邊把他重新的 給 挖掉 基本上 我個人之前是看這裡嗎 然後 還有53嘛 對這樣子 那他疊什麼其實我不知道 反正目前來看的話 他感覺上是比較來測 這個6月16號的這個 呃低點附近 但是現在什麼東西都看不出來 就是說這個低點是爆大量的低點 所以說 在今天往下測然後往上拉 目前整段的那個空間 我只能大致上的說 應該 沒有那麼快回來吧 個人覺得 然後 我會比較去觀察吧 除非這個地方有辦法再站回來啦 不然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地方可能 需要再多一點去 做一些撐壓的一些測試 就是 至少大概為了一根質問吧 不然我個人覺得 我 如果是我的話應該沒什麼興趣啦 大家真的這樣子 就是 他沒有在任何的一個位階上 只是剛好昨天可能碰到那個 大壓力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看下一檔 要燈 要燈齁 那 要燈的部分就很像 左上右下啦 就是一些 呃 不是一些啦 就是一檔比較難去操作的 那可以看到他的壓力的部分 應該就還是落在這個 擺設線的位置 170左右 那之前有 曾經突破過一次 然後這邊很賤齁 這邊很賤 是直接跳空開D 然後往下收到點擊板 所以就是說 我認為仍然啊 因為後面嘛 有這一根的後面 我就可以check Check他的壓力 那大致上就是 壓力很明確 再度被壓三根 壓在這個170 對那現在的價格 看起來有點回升 不過成交量來說 我應該對他還是沒什麼興趣 再來看一下他這邊這一層 呃 170為大的 我們去判讀大的 大的 大壓力 那這層是小的 就算這一層突破了 往這邊走 我覺得 比較有機會啦 應該說要 這邊先突破 150先突破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覺得下面就沒有必要看了啦 沒有 我自己個人都沒有太大興趣 不要分析給你想要進場 所以基本上不要分析就好啦 好看一下那個神准吧 那神准後面其實就爛掉 他現在 他之前的第二波那個掌 感覺上 比較像是真的是來做一個大型的三小手裂 就是 從底部反轉上去之後 到高點之後就直接掉下來 對那之前有說啦 他其實目前面臨的 你看這一層是 我認為是短的支撐 就大概266左右 然後大的支撐是落在大概24 245左右 25左右 所以說你看這一層 之前已經畫好了 呃 忘記什麼時候講 看一下喔 看有沒有 欸沒有 可能在 自己畫了吧 不然是有人問喔 你看這根插針 這根插針呢 收回去嘛 隔壁收到這邊 所以隔壁這根就是可以一個考慮的點 那或者說這根插針的收盤 你可以考慮這根插針的低點 低點是261.5 然後當作停順點 然後去做單 那接下來 現在他價格已經長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說 你真的要再考慮這一筆單 變成說你只能用兩筆單的方式去盪 那我個人覺得說 在掉下來的感覺上也不是好 最好都是 插針過後直接往上一波拉 我覺得會更好啦 所以說 他再掉下來呢 我都覺得未必是好 但是還是有蠻多是 掉下來然後整理一段時間都往上走 現在蠻多的就是 有看到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在看過這麼多的圖 然後在經歷了這一兩周 大概兩周的一個 大盤的橫盤 就蠻多個個都是長這樣 就是 就算有跌破但是就是不跌破他的底點 然後代表整個趨勢就還是在 插針過後的上漲趨勢都還在 所以說看自己一個決定 那我個人啊 我也比較覺得說 就是剛講嘛 插針這個地方 加上 這邊才是真的大支撐啦 就是說 反反覆覆啦 反反覆覆我覺得他應該會慢慢的震盪 震盪然後最後去 跌破 不要說跌破這裡 就是說這裡的一個 這一根的插針是最漂亮的 這一根的插針最漂亮 就是說帶 更大級別的地方去插針破底 他成功的一個概率會更高 好那我們看一下中美金 這真的都是一些冷門骨耶 大家蠻未問的 我不知道是大家被套牢 那這檔之前有講過 反正就是 他之前跌破了嘛 跌破支撐 那 反正做停損嘛 那停損之後呢 就再度往回上面跑 那必須去 這檔好像之前講過吧 反正必須要走回到160以上 這個是不是在上週有講過 是 其實也沒有 為什麼我都印象有講過 應該都是人家問的 這是群組問的 反正現在必須要反轉 突破這條白色線 然後並且把下上週線給突破過 突破 回撤 直穩 再考慮 這個矽晶圓的部分 矽晶圓經典都還蠻慘的 就合金阿 焊雷阿 環球晶阿 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沒有空間讓他們表現 OK那看一下這個 戒靈 這個圖已經 整個毀掉了 那我們重畫吧 好那 這一檔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OK 目前阿 就是直接我們順應著這根大量 大量的高點 然後順應著兩根 拉過來的話大概88塊 那他現在呢 突破了小區間 突破小區間 然後還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雖然是 三生三小型 但是 接下來就面臨88塊 那我變成說 我個人覺得這一層是小的 是結構上的 但是這一層是大的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偏向於說 大的突破 突破88 回撤再說吧 因為你要去想像一下是這一根 需要消化的部分 這一根的 被套牢的人需要消化 那 怎麼樣知道 他有沒有辦法消化 有沒有辦法消化這件事情 就是看K棒 因為如果說他很快速 就直接打過去 就直接 碰到的當下就直接衝過去了 代表說那邊沒有什麼任何的套牢 那我們一樣會等待回撤 去撤說 原先阻力預期就是在88 但88沒有壓 OK我突破了 突破之後 我還是必須等待 另外一個阻力去做一個回撤啦 反正是回撤88再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精神科技 哇這些超 超爆冷門的 好看一下 那這檔之前有去當神仙過 就是噴超高 然後後面疊下來 那基本上是一個 一個V轉 那這個V轉的行情呢 其實少見 講真的少見 那這種也是V轉行情 也是比較少見的 其實有一個 反抽反抽都比較正常一點 像這個沒有到很V轉啊 就是還有一些 震盪啊 整理啊什麼的 對 那這個V轉比較嚴重 他只有反反彈一天 然後歸一天之類 我也往下點 所以說他的力 殺穴力道蠻強 那殺穴力道這麼強 一定很多人被套了 那目前看的話應該還是 落在大概19多這個地方吧 目前看的話 就 其實我也看 看不是很懂 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這地方完全沒有任何指揮 這指揮一根 然後就往下走 所以 大概這樣子吧 那我不會去特別看他營收到底好不好 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有看到 有人在YouTube上面講他 但是我沒有太大的一個 興趣說 他營收一定怎麼樣 他一定怎麼樣之類的 因為沒有一定啊 股市本來就沒有一定 一定就是套利了嘛 那剛剛上一部影片有講過 那目前只能在這一層 突破 但是在突破之前 我們要先等到他看他有沒有 有一個壓力 我先確定壓力在這裡 然後再突破 我會比較喜歡 那目前的話 他來到這一個 我不知道他是小支撐還是大支撐 不過我先認定他是小支撐 結構上小支撐 所以說 這個低點不能再被疊破 這邊這個低點 然後目前進場會是一個蠻左側的 就是你不曉得他什麼時候才發動 搞不好呢 再經過兩三個月才會發動 對 就是假設你真的經常在擺設線這個地方 守這邊低點的話 大致上是這樣 真的右側會比較偏屬於這個地方 200塊這個地方的突破 回側比較算是一個右側 好我們看一下星浦 那這場個口好像也是 就是長不太動啦 所以這個我自己個人 比較知道他的那個 古性是怎麼樣 長不太動 就是應該不是說長不太動 應該說他的 呃 長幅很慢 很小這樣子 等到拉過來大概是295 那295呢 現在來到一個要創新高吧 但是 也還不確定 搞不好呢明天又往下回壓 對 因為 就剛好收盤在這個附近 所以說 就大致上這樣 那 他的部分呢 這麼大一個空間 可以看一下來多少 9%啦 我覺得非常無聊 如果說你今年進場 今年在4月的時候 進場 到現在 9% 而且在中間的過程搞不好 你會亂加碼 亂做 然後就被打掉 所以目前看的是這樣子 然後 這裡的話是一層短層 這裡是一層短層 所以說是大的 目前看起來是大的 最高是先放大的 大壓 大稱 小的 那小的回壓 一定要等待什麼 插針 那大的就是等待這個地方 確立的 突破回後做指紋 OK 那這個是最後一檔嗎 還是有 最後還有 多麼想結束 就是很簡轉講啊 就是用我自己的邏輯 如果說你沒有常看我影片 我覺得你聽不懂 那聽不懂就慢慢聽 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 考慮加個300塊會員 進這個 有個群組這樣子 OK 那看一下裕太吧 那裕太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 骨架確實是左下右上 不斷不斷往上走 然後在這個階段 有一個破底翻 不過 為什麼我當初沒有調他 油門這邊要成交量少 成交量比較少 但目前還是說 成交量少好像也不一定會 就是他一定會疊 或是什麼 之類的 如果說成交量少 線型也OK的話 那倒是還是可以考慮看看 這邊也不用慌 那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進行的破底翻 這個地方進行破底翻 突破回後 然後就往上走 那現在必須再突破這一層 然後做指紋 這樣子 就是 是這樣子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藥吧 後來看一下台藥 那台藥的部分 有人說是三角收斂 不過個人不看三角收斂 我看的話 應該看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平台 平台壓力 那這邊有一個明顯的 你看這高點 這高點 大致上都在這個高點 這個地方 所以說他曾經被壓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是小的 所以說變成現在是 141.5是大的 那剛好是今天的掌情板的位置 所以說明天肯定是需要是 跳空開高 至少收到上面 不要跳空開低 往下收 或是說 小跳空 然後就拜拜 所以說個人會覺得說 這層不要看 我這層先不要看 看這樣大的就好 就看這個大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成本非常非常低 個人成本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甚至在場上去的話 可能要 到這個100%了 那現在的話 就是 必須要等待 check這個地方 確實是支撐 那如果說他 其實他的支撐 是看在這裡 疊到這個地方做指紋 可不可以 可以 但全部 都要等待 後面的K吧 我們才能夠去做一個 決定 對 這是我目前的一個想法 那今天的那個 抬光電 好像表現不錯吧 就是稍微的一個突破 抬光電 小突破 那突破我認定為的壓力 大概四十 四十六四十七 所以說如果抬光電 每天手穩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 很漂亮的突破了 對很漂亮的突破了 不會只有上之前那一根 然後就 拜拜 那就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突破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檔 全看 全看的部分 哇這成交率也很少 100多張 那這種絕對不會碰 只是 有個 至少有個七八百張 至一千吧 那 對 那成交率太少 我是不太碰 那看一下 技術線也是還不錯 就是從左下到右上 在2020 2020 那時候還有高點 然後之後還能夠再創高 也肯定是不錯的 那 這個成交率少的話 我就先說我自己個人畫的 可能會是錯的 我自己先承認 因為看過蠻多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比較像是這邊是一個區間 這個 這兩個價格是個區間 然後呢 這地方呢 佔上去了嘛 佔上去到這個地方 所以說 大概50 目前50是一層支撐啊 不過 嗯 就是成交量這麼少 就是一兩百張 的這樣的個股呢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符合 那如果是符合我們 平常去看的方式的話 在這個地方是支撐啊 要增加勝率 就是等待插針 就是有一根下引線 拉很低 再抽回去 那就打一個W 這樣子 這樣吧 然後高點這個地方 肯定是有壓力 那目前還沒有經過任何的測試 因為你這一波上去測 比如說到這裡 但是也有可能 沒有到這麼高 有可能到這裡 對 有可能到這個地點 這樣子就反壓 所以說 這邊也很難 就是你要去看主力 到底壓哪個地方 你不會曉得他壓哪個地方 只是目前還沒有做 任何的一個 回抽 測試壓力的動作的時候 比較難去知道 所以說他當初這個地方掉下來 然後其實是有回抽的 比如說打到這裡 那我就很明確嘛 然後之後才上 很明確就是在這個高點 但是現在沒有任何的一個 空間 但是技術性也是OK 那 對大戰戰吧 我個人會覺得說 這邊可能是大壓力 大支撐 這邊是小的 小的很容易穿來穿去 最後可能又失敗回來到這一層 然後最後又上去 可能又失敗 之類的 就是他不會是一個趨勢 扭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 好 那大戰戰吧 我們的第二部影片到達到這裡 那還是希望明天持續上漲 對 然後這一週就開開心心的 過一個 九月的一個 呃 九月一個 不錯的進補 進補週這樣子 好 就到這邊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